余老师 您曾经在川普总统上一任 在美国国务院服务 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 川普总统的外交的思想 或者外交哲学是什么 比方说是美国优先 实力威吓 还是互惠对对 他对外政策 总体的哲学思想是什么 美国的总统不像中共的领袖一样 他每一届总统 他不必要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坐标 就是标志性的东西 某某某思想什么什么理论 川普你可以总结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不同的总统 他总统的做法和理念 实际上可以加以很多方面的总结 你刚刚讲到美国优先 这当然是最重要的 就是American first 这个就是说美国优先的不仅仅就是美国至上 就是美国优先 它是就是说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它在制定所有的国际国内政策的时候 它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的利益 因为美国如果说不把自己的利益优先考虑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衰落 这个衰落了之后实际上因为美国恰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 所以说它在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美国优先实际上也就是世界优先 大家都可以得利 第二点我觉得它有一个战略调整 美国是一个世界大国 它每天面临的安全威胁成百上千 那么如果说没有一个轻重缓急的话 那么这就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在川普时期呢 它实际上把美国的这个战略调整的做到了非常好的地方 它就是首先我们做好哪一个是头号威胁 然后其次然后下面就一下子排下去 那么我们就是决定 而且它是我也完全认同 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挑战是这个头好的 所以说这是这个战略这个调整 第三点呢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共同负担 美国呢 它从二战以后呢 它对世界的这个安全和和平的付出重大的这个投入 那么现在呢 很多国家都这个在美国的领导下 已经成了非常这个重要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对全球的这个安全和合作呢 需要有一种共同负担的那么一个精神啊 那这就是所谓的burden sharing啊 尤其在北约 在亚太地区 川普前程他非常强调这一点 第三点呢 我觉得就是 他的整个的国际战略呢 他是以这个阻贺为这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 他是用这个阻贺在你这个 赫组 赫组就是赫组啊 就是deterrence 在你这个 发动侵略战争之前 他就用各种手段 阻贺你 让你认清楚的代价 所以说你会打消这种侵略的脸头 这个实际上川普做的是 是非常这个到位的啊 他的中东地区 在这个欧洲 在亚太地区 都是这样的 在川普总统任期的事件里面 你看这个北韩 金正恩 他没有胆量 发射一次核导弹 还有没有进行一次核实验 那么在中东地区也没有什么这个 大的恐怖主义行动和战争 在欧洲地区 当然这个 俄罗斯也不能这个作乱 也没有什么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尤其是这些人 你要是想 对美国的利益 进行打击破坏的话 那么川普总统 做出的这个回应是毫不留情的 比如说伊朗的那个 投号恐怖主义分子 那我们就把它干掉 那么这样子的话 中东和平才有长途的保障 所以这就是赫组 赫组当然需要这个 有信用的啊 第四点呢 那我觉得就是公平对的 所谓的reciprocity 就是说在这个 很多问题上 美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因为美国它是严格执行 这个世界自由贸易的一些规则 那么将跟中国这些国家打击交易到来 他不尊重这些规则 所以说这个reciprocity 离善往来啊 这个其实它做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觉得这个 最重要的一点 你讲到川普先生 像这个美国这些 战略调整啊 这个美国优先啊 每一个总统里面都有一些 这个切除到一点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 他就说到不做都做不到 川普总统先生 我觉得他的这个行政当局 他四年期间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到做到 刚才我讲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伊朗的恐怖主义分子 对美国进行威吓 然后呢 杀害美国的这个公民 那么我们就对他 这些毫不留情的这个打击 像这个我们说 对北韩要进行贺阻 那么这是确实是这样子 中共挑战美国 那么你在美国进行大量的间谍活动 那我们就把你的休斯顿的美事馆给关掉 然后呢 贸易不公平 那么对你增加高额的这个关税 然后呢 在这个 其他的问题上 那么我们也会跟盟国也是联合的很好的 当然这个时候不一样 尤其是在这个华为的5G的方面 那么美国他是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最后保住了这个世界的关键的通讯设施的这个安全 所以说这个说到做到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然大家想到的 这个在这方面 最主要的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历届总统都承认 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都要保证说我们这个选 我当选之后我要把美国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到这个耶路撒冷 每一个总统有这种胆量做这个事情 他们都怕什么世界战争啊 引起这个伊朗的反抗啊 川普总统说到做到 把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 而且呢 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斡旋 让这个阿拉伯的国家跟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啊 这个是美国任何一个总统都做不到的 连卡特都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 这是外交了 当然你可能想知道 就国内政策的很简单 国内政策川普实际呢 他主要就是第一个 他是能源独立 就是把这个美国对中东地区的石油的这个依赖啊 减到最低 而且美国成为石油出口国 大国啊 这样子的话就是对美国的经济呢 有这个非常重要的火车投资的那么一个效果啊 第二个呢 就是他是这个啊 就是啊 减税 减贵 就是大量的减税 尤其个人所得会和公司的这个税 还有呢 就是减少这个繁文入节 规矩啊 就是规章制度 这样子的话 对带动经济提升大家的这个生产积极力呢 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所以在川普总统时期 不仅是美国的总体经济有长足的进展 而且是在一些关键的这个领域 尤其是少数民族的这个就业啊 各个方面的经济的复苏啊 他都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进步 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他要这个所谓做边界安全 所以Border Security 就是防止了大量的移民 非法移民而涌入美国 那他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这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的 所以说呢 他跟墨西哥达成一种协议 基本上把这个涌入美国的这种非法移民的潮流给堵住了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他还是这个 就是非常主张 因为你说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 很多人 世界上很多国家到移民到美国 他就是去了一个人身安全 就是这个law and border 就是法律和秩序 所以说他对这个安全呢 对罪犯呢 他不是说毫不留情 不讲这个文准很 因为美国是宪法的国家 但他是这个大量支持这个地方警察 州森察 警务当局啊 对这些犯罪分子进行这个 适当的这个打击 所以说在川普时期呢 他这个基本上犯罪率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明显的上升 而且还有下降 所以这方面呢 就是国内的国际国内的政策 当然川普先生 他这个 就是最后遇到一个最大的这个挫折 就是这个疫情 对 疫情拉了之后 不过那个已经是川普先生的最后一年啊 不太事呢 那个呢 对他的整个的很多计划呢 都有全盘性的冲击 那么 大概的就是这些 也不是什么川普主义 但是他的行政当局主要的特色 就在这些地方 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 我是2016年的11月 从北京 我在北京住个10年 然后回到东京 然后我变成这个产经新闻国际版的编辑 差不多三年半时间 我到台湾为止 也就是川普第一个任期 基本上是我在这个东京负责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就不光是中国 全世界都有嘛 我刚回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世界非常软 特别是难民 就是全 这个中东的难民涌向欧洲 有一个蓄格亚的小男生 在沙滩上 死在沙滩上的照片 流传全世界嘛 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为难民问题 头疼 然后 北韩天天发飞弹 那个日本是 我们因为 通过日本上空嘛 日本我们报社 天天想警报 想警报 我们就半夜爬起来 去写稿子 去采访 然后是 就是伊斯兰国 到处杀人 在中东嘛 好几个日本人质都被杀 这也都是巨大的新闻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中国全世界 中国那个时候 中国制造2025 包括中国的 像全世界的 各国的什么精英 收集精英 偷取情报 这个一带一路 整个席卷世界嘛 而且非常交横跋扈 在这种时候 川普上台 我觉得真的 我个人其实 是看到的 好像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 就是中心思想 战略 但是一个个问题 四年 当我离开东京的时候 这些问题 基本全解决了 这个确实 世界难民找不到了 伊斯兰国被剿灭了 北韩比谁都老实 那个时候 完全 就是完全 也不敢发飞弹了 也不做核实验了 那么中国 那个时候 全面的 一个是 那个 彭斯副总统的演讲 一个是 蓬佩奥在 这个 加州的演讲 这两个演讲以后 把美国 几十年以来 对中国的绥靖政策 整个扭转了 那么我觉得 整日本 欧洲 也对中国的绥靖政策 全不改变了 从此以后 我觉得 各种中国的邪恶 中国在国内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 怎么说 人权侵犯 这些问题 都被全世界 拿到台面上讲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采访 我去过十几次新疆 新疆的人权问题 新疆的集中应 集中应 我写过很多次 那时候国际社会都不理 就是个别的报道 我觉得很清楚 彭斯讲话之后 整个全世界 对新疆的问题 马上抬起来了 马上扶上台面 确实我觉得 川普总统 整个确实改变了世界 他的方向 就是他其实认清了问题 而且很认真的 在解决问题 对北韩的时候 他三次跟金正恩见面 这点我觉得 任何的美国总统 都没有 不可能放下身段去做 所以说我觉得 后来 现在有翻译 这个安倍前首相的回忆录 他讲 大家认为川普 好像很强势 其实川普 比任何的美国总统 都重视和平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 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123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